监牢里,这条战功赫赫的英雄犬被强制戴上嘴套,关了起来,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一个士兵敢靠近,大家都特别怕他,但这个老兵竟然想尝试驯服,战友劝他别做傻事,他还是鼓起勇气,毅然走进了监牢,他克制着恐惧,缓缓地向狗狗靠近,狗狗警觉地站了起来,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老兵拿起狗绳,慢慢地来到他面前,蹲下身子,伸出手试探着摸了摸,看到狗狗竟然没反应,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并回头 向战友炫耀,他也没那么可怕吧,然而,下一秒,尽管狗狗戴着嘴套,可老兵还是被吓个半死,战友们都乐得哈哈大喜,接着,老兵赶紧将狗狗关在笼子里,并抬到了车上,狗狗愤怒地不停狂嚎,恨不得将老兵撕成碎片,吃过亏的老兵哪里还敢招惹他,他赶紧收拾好东西,然后拉着狗狗离开了军营,路上狗狗完全不省心,一直想要挣脱笼子,老兵害怕再出幺蛾子,于是打电话向上级求助,可上级 告诉他,这是一条战绩辉煌的军犬,但自从训导员牺牲后,他就变得异常暴躁,充满攻击性,而且上级命令老兵必须按时把狗狗送到他训导员的葬礼上,没能获得帮助,且狗狗变得更加暴躁了,老兵只能试着和他说话,以便安抚他,可狗狗竟然完全不听他的,他疯狂地抓闹笼子,想要逃出去,吓得老兵赶紧停车,车子刚停下,狗狗便安静了许多,老兵实在不忍心,看他一直戴着嘴 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就是在自找麻烦,他本想带狗狗下车溜达一下,狗狗却再次狂躁起来,死活不肯下车,老兵只好赶紧关上笼门,让狗狗独自待在车里,然而狗狗趁老兵不在,三两下就把笼子拆得支离破碎,更气人的是,老兵回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气得紧握双拳,狗狗正在疯狂地撕咬座位,座位被扯得支离破碎,老兵虽然火冒三丈,但却不敢打开车门,不然支离破碎的,可能就 不只是座位了,他真后悔,帮狗狗取掉嘴套,被迫无奈,老兵只好使出大招,他将镇静剂偷偷塞紧火腿肠,然后扔到车里,狗狗吃了火腿肠,无力地瘫倒在车厢里,老兵的轨迹得逞,得意忘形地放声高歌,就这样,他一路舒坦地开到了小镇上,夜里,他们停车休息,老兵担心狗狗渴了,于是将牛奶倒在碗里,并端到狗狗面前,但是镇静剂要效还没过,他根本没法站起来,只能趴着喝,看到这一幕,老 也不想给他下药,但他为什么要乱咬东西呢,并从盒子里抓起一把狗粮伸到狗狗嘴边,想要哄哄他,可狗狗竟然不肯吃他喂的食物,他已经不再相信老兵了,老兵感到自讨没趣,把狗粮一扔,回车上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老兵睡眼朦胧地醒来,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凶神恶煞的狗狗已经恢复了活力,就在老兵拧开矿泉水,刚要喝时,尽管老兵很气愤,但他还是得按时将狗狗送到目的地,接着,他们继续上路,老兵想和 狗狗增进一下感情,不停给他讲以前不对的事,还给他吃零食,可狗狗上一秒还安静地趴着,下一秒却突然站起身来,在车厢里着急地走来走去,好像发现了什么,但老兵竟然丝毫没注意到狗狗的异常,突然狗狗正拖了响圈,将头探出车外,想要跳车,老兵吓了个半死,赶紧停下了车,狗狗趁机跳下车,拔腿就跑,老兵慌忙下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追赶,一边呼喊狗狗,可狗狗竟然完全不理会他,猛地朝着森 在森林中狂奔,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毕竟两条腿还是跑不赢四条腿,狗狗突然转弯冲上山坡,瞬间消失在森林中,而老兵一个不注意摔倒了,等他跟上去,狗狗早已不知所踪,他只在地上发现一片沾血的树叶,老兵急坏了,要是战功赫赫的军犬出事,他怎么向上级交代,就在这时,他抬头看到,不远处有一座房子,于是老兵赶紧跟了上去,悄悄溜进房子,老兵再次在地上发现了血迹,他觉得狗狗肯定跑进来了,可轻 声声呼唤狗狗的名字 却没有任何回应 来到院子里 突然 老兵伸手拔出一看 不知是谁发射的针管 可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他本想上前看看 是谁在捣鬼 可刚走出两步 等老兵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人手脚绑了 扔在猪圈 可狗狗还不知具象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脱困 他凭借惊人的力量 先是正脱了双脚 接着用脚将椅子踢到身后 又使劲让绑生在椅子上来回摩擦 总算解放了双手 随后老兵顺了一把斧头 接下来可能会是一场恶战 溜出猪圈 老兵看到一个男人进了隔壁屋子 他觉得狗狗肯定在里面 于是赶紧偷偷跟过去 溜进屋里 老兵钻了钻斧头 心跳加速 随时做好了战斗准备 他寻着声音往前寻找 总算看到了狗狗 他一边轻声呼唤 一边招手 可狗狗竟然丝毫没有理他 老兵感到很崩溃 随后狗狗拖着受伤的腿走开了 接着老兵绕到另一边 来到客厅入口处 然而他却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狗狗正趴在地上 一个老夫人正在喂他吃东西 狗狗很乖巧 有滋有味地吃着 这可把老兵气惨了 他担心狗狗安危 连身上的猪屎都顾不上擦 就急忙赶来营救 可狗狗竟然在这里享福 更可气的是 老兵一路上服侍狗狗 可狗狗却总是对他呲牙咧嘴 丝毫没有好脸色 而现在狗狗却乖乖趴在这里 让陌生人随便撸 老兵火冒三丈 以为老夫人给狗狗下了药 可老夫人却表示 他什么也没做 狗狗之所以不喜欢老兵 是因为他身上的军人气息太浓 会让狗狗想起不好的经历 所以才如此暴躁 听他这么说 老兵竟无言以对 他又问起狗狗的伤势 老夫人告诉他 狗狗只是爪子划破了 没什么大碍 解除了误会 男人给老兵找了干净的衣服换上 他们坐在院子里闲聊 老兵这才知道 原来这对夫妇是 在山里隐居的药材专家 狗狗被药材的味道吸引 所以才会半路跳车 跑到这里来 尽管狗狗很喜欢这里 但老兵还有任务在身 与他们告别后 老兵带着狗狗继续赶路 在山里走了一天 他们总算来到了城市 老兵想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但他兜里没有钱 不过他想到一个馊主意 他让狗狗待会听他指挥 保证吃香的喝辣的 狗狗尽管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他还是很期待老兵的表演 不得不说 老兵的主意是真的很骚 他换上狗狗训导员的军用衬衫 戴上墨镜 假扮盲人 又为狗狗穿上军犬专用马甲 扮作军用导盲犬 他牵着狗狗 气宇宣昂地走进了五星级酒店 来到登记处 老兵恬不知耻地插了个队 小姐姐一看这架势 原来是个退伍盲人老兵 这气场怕不是个上将 再一看狗狗竟然也是英雄犬 还挂着军功章呢 对于这样级别的客人 酒店会免费提供房间和餐室 奸绩得逞 老兵得意地笑 来到豪华套房 老兵嘚瑟得不行 他一边喝着香槟 一边向狗狗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 接着老兵换好了衣服 准备出去玩 他不打算带上狗狗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要出门 狗狗就叼着马甲跟了上来 看到狗狗竟然变得如此忠诚 老兵觉得有些好笑 他告诉狗狗 难得可以出去耍 怎么可能带上它 并朝房间里指了指 表示里面有好吃好喝的 让狗狗老实待着 可是他刚从房间出来 狗狗就不停地狂吠起来 老兵没走几步 心就软了 无奈他只能带上狗狗一起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心软却让自己进了监狱 他们来到电梯出口处 老兵这个老色批 故意撞上了前台小姐姐 他本想借机搭讪 可一旁的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突然一个剑步窜了出去 老兵根本拉不住 狗狗拖着绳索狂奔 老兵紧追不舍 可狗狗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他完全追不上 突然老兵脚下一滑 摔倒在地 只能眼睁睁看着狗狗 猛地扑倒白衣人 疯狂攻击 老兵吓了个半死 慌忙冲上前将狗狗拉开 这下他们可闯了大祸 老兵假扮盲人的手段 也不攻自破 虽然狗狗戴着嘴套 没有咬伤人 但老兵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因为白衣人是穆斯林医生 怀疑老兵是种族主义者 老兵慌了 赶紧向警察坦白 自己是游骑兵 狗狗是军犬 狗狗的殉导员牺牲了 他被安排将狗狗 送到殉导员的葬礼上 而自己假扮盲人 就是为了免费住酒店 狗狗之所以攻击穆斯林医生 是他认错了人 考虑到明天就是狗狗殉导员的葬礼 他请求先让他将狗狗送到目的地 之后他再来认罪 警察和那个被攻击的医生 听了他的解释 决定暂时让他去完成任务 并让他之后 一定要回来走法律程序 就这样 一人一狗继续上路 到了晚上 沿途下起了暴雨 狗狗被闪电吓得缩在车里 老兵也有些心烦意乱 然而更糟糕的是 车子在行驶的过程中 忽然一阵怪想 熄火了 车头开始冒烟 老兵赶紧下车检查 发现好像是发动机坏了 问题很棘手 随后他回到车上 本想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 手机竟然没有信号 束手无策了 他们只能冒雨出去寻求帮助 来到一间闲置仓库 老兵打算进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用 他在桌上找到了一部电话 可当他拿起凑到耳边时 却发现根本没有声音 老兵感到很失望 拉着狗狗转身准备离开 突然 狗狗变得狂躁起来 完全不受老兵控制 轰鸣的雷声 让狗狗以为 自己正身处炮火连天的战场 他疯狂地朝着老兵咆哮 险些跳起咬伤他 老兵赶紧安抚狗狗 让他冷静一点 这只是雷声并没有危险 可狗狗竟然完全不听他的 变得更加的狂躁 直接猛地跳起咬了老兵一口 老兵崩溃了 他放下背包 满腔怒火地朝着狗狗吼叫 狗狗被他的气势吓得呆住了 见狗狗总算安静下来 老兵转身朝外面走去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狗狗朝他不停跑响 想要叫住他 看到老兵并不是真的离开 狗狗总算松了一口气 安静地趴在了沙发上 老兵蹲在雨中 任由冰冷的雨水浇在自己身上 狗狗心中留下了战争带来的创伤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看着老兵健壮却无助的背影 狗狗的眼神里充满了内疚与自责 而老兵看到狗狗孤零零地趴在那里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于是他回到屋里陪伴狗狗 伴随着老兵给狗狗 读之前殉导员写的日记 他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雨夜 第二天清晨 老兵带着狗狗一边赶路 一边拦顺风车 但竟然没人赶在他们 无奈他们只能徒步前进 就在老兵一筹莫展时 总算来了一个救星 一辆小货车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他们舒舒服服地搭着小货车 走了四十多公里 但由于线路不同 半路他们不得不下车 无奈他们还是只能 徒步前往葬礼现场 他们又走了十多公里 狗狗实在是走不动了 瘫坐在地上 随后竟然直接躺下了 不管老兵怎么红 他都不起来 由于时间紧迫 老兵只能扛起狗狗继续赶路 不知又走了多久 他们总算赶到了葬礼现场 老兵为狗狗穿戴好装备 并嘱咐他千万不能发狂 随后牵着他 缓缓走向殉导员的目的 一看到殉导员的一向 狗狗就想冲过去 老兵赶紧拉住他 让他先冷静 等狗狗平复好心情 老兵才解开绳索 随后狗狗缓缓走上前 乖乖地趴在了 殉导员的鞋子上 作为军犬 他明白殉导员已经不在了 但其残留的气味 却让他感受到了 久违的平静与亲切 看着狗狗竟然如此懂事 老兵也放心多了 葬礼结束后 老兵带着狗狗先去修车 然而正在修车时 老兵接到了上级的电话 上级告诉他 由于狗狗性格过于暴躁 充满攻击性 没有人敢领养他 让他将狗狗送到一个 特定的军事基地 时时安乐死 老兵却表示 狗狗已经完全变了 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请求上级能不能放过他 可上级并不相信他 命令老兵必须执行命令 老兵被迫无奈 只能接受 但他实在不愿看到 狗狗被处理掉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前往军事基地的路上 老兵将狗狗的项圈剪了 打算让他走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狗狗并不想离开老兵 哪怕老兵赶他走 他也不愿离开 无奈老兵只能带他 前往军事基地 他们到那里后 老兵依依不舍地和狗狗告别 然后亲手为他套上锁套 连游士兵将他带走 老兵不敢再多看狗狗一眼 赶紧回到车上准备离开 可老兵的车没开出多远 他就从后视镜看到 身后的狗狗正在拼命地挣扎 他不知道老兵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兵想到这一路与狗狗的经历 他们已经建立了身后的友谊 他不能就这样抛弃狗狗 于是一向遵守纪律的他 第一次违反了军令 老兵将车到了回去 然后下车来到狗狗身边 假借为狗狗穿上马甲 他会听话很多为由 他将狗狗带到车上 然后一脚油门离开了军事基地 后来老兵正式领养了狗狗 过上了新的幸福生活